各位南大乡亲大家好 我是显身伟 欢迎收看今天9月30号 星期一的南大新闻 第三顶桂林里的中山路 因为白水系统无关 顶顶一路好到饮水 和上道路来用车量座 是很危险 因此在乡亲和在顶尾顶前之下 关注人民币会同国便宜代表 和上官单位来会谈 并带他们的帮忙来做改善 在东北里中端顶一家一大顶人 来到第三顶桂林里的中山路 来看着状况 原来是这条道路 因为两边的白水架 系统无完整 定定做事 一路后就有可能来营水很凶 和上道路来用的车量座是很危险 两侧的水沟 这个水架是离开的 一直在沉迷 又经过就像22亿 它已经都裂开 所以历史说 如果在落后时间也会准备 因为我们这个村来 大得非常多 在这里又被佛力山庄 所以他也希望 我们县政府可以在很快的时间 底下来完成 今天管理团团队来到现场看着 关注人民币也表现 会来进行改善 跟上头巾团 在大地楼到这些地方附近 有向中用准处经费 来进行和最好最多钢顶 做回来看早 一起了解西港的进度 希望可以特地来改善 这些白水的总空 他们在中山路 这个长期的沿水 排水都排不入 所以我们县政府 有增加下水道工资 那两千多万 但是呢 这个下水道可以做 是做在我们都市计划内部的 都市计划外 就不会做下水道 所以都市计划外 有50公斤 没法做下水道 所以我们要把两边的 臭膏加大 把水引进下水道 这样也不至于会淹水 那在我们桂林里的这个地方 那其实过去来讲 一直常常会受到淹水的影响 那包括它的水溝是比较窄小的 那今天特别谢谢林明珍县长 他还带那个公务出来这边 特别会开 做这个水溝的一个修缮 他也避免说 未来台风的时候 造成的淹水问题的话 可以一次解决 在地的基民 听到可以一次来做改善 是都很开心 只是这段期间 在四天的时候 对用路人和基民是比较不方便 请民众要注意安全 也希望四天完成了后 让生活和道路的环境 可以变得越来越好 给大家订算差不多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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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